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来谈一谈随缘 佛法说呢 能够随缘是一种很高的智慧 但是太随缘 很容易让人觉得这个人随波逐流 显得有点不够积极 或者呢是没有原则 那么究竟佛法所说的随缘 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又该如何运用随缘的智慧呢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很多人 把随缘的意思当成随便 把随缘的意思当成随波逐流 把随缘呢当成没有原则 把随缘呢当成了是相缘 把随缘呢当成是一个 没有立场 再也糟糕了 如果说佛法讲的随缘是讲成这个样子的话 今天佛教应该不存在 而且就已经跟世间的所有的 一起加解啊 宗教之名 而来 达成他们自私 自立摩地的 所有的人 所有的宗教啊 冒宗教之名的 一些 旁门左道啊 完全同流和物了 所以也曾经有人问我 所以普仙菩萨是大愿的 里面 有意愿呢 就是 横顺众生 这一条 就是说众生 需要什么就给它什么 众生 要求你怎么 你就怎么 这菩萨是啊 不会让人家奢望的 因此呢 随着众生呢 要什么就给它什么 有几个居士曾经呢 在打麻将 而且天天打麻将 他不来听经呢 也不来上课 那我就问了 我最近这么没来上课啊 没来听经呢 也没来参加修行呢 其中一位居士说 我们最近在度众生 我说你怎么度发呀 我们陪了几个朋友打麻将 我说打麻将怎么叫度众生啊 他说他们要打麻将啊 如果我不打麻将 他们就不跟我做朋友啊 所以说 我为了不失去这个几个朋友呢 我就要给他们打麻将了 我说你打麻将的时候 有没有说佛法啊 打麻将的时候就是打麻将怎么说佛法的 我说你糟糕了啦 你被众生度了啦 你没度众生啊 他说 恒顺众生呢 这是普贤菩萨的大愿啊 我说你能够在打麻将之后啊 打一次麻将就把他们度的来 来听我说佛法 跟我一起修行 我这一场麻将还可以打 如果你打了几次麻将 打了读杀事件的麻将 你打了几年的麻将 这几个朋友 这是叫你打麻将去 他没有到 没有要到我们这儿来听经 没有要来修佛法 没有改变 他们要打麻将的修行 那我说你是被度 你没有度众生的 最近呢也有一个居士啊 很困扰 因为啊他的一个朋友 原来啊 也是他 跟他一起在我们农场室修佛的 结果现在修外道去了 而且要把他拉着去修外道 那位居士就 不敢来见我了 他说糟糕了 我这个朋友去外道 我也现在要跟他一起到外道那边去 但是我也不能丢掉那个朋友 丢掉那个朋友以后 那个朋友再也不回头了 他说我跟他粘在一起 那我想把他粘回来 我说粘得回来吗 他说没有把握 我说粘粘粘粘 你最后也变成外道哦 他说怎么会呢 我说你对复发了解的不清楚 你只是觉得法骨站还不错 但究竟复发不出到什么程度 你并不清楚 你跟外道时间久了 你会变成外道 他说那我 我不跟他粘在一起了 我说这样子叫做随身姻缘 他的姻缘是这个样子 你没有办法勉强他 拉不回头 九牛拉不回头 那不要拉他了 暂时的姻缘就是如此 什么时候 他的善姻缘成少 有时候一碰他又回头的 他头脑拿一根筋呢 一转他也会回头 现在你要一定拉他回来 他也迷了 你也拉不回来的 因此呢 所以随缘的意思 所以说当时你现在 遇到的姻缘 能够让人成长 让人向善 让人进化身心 让人来修佛修行 那你要随成这个姻缘 不要放弃哦 这个姻缘要随成他 而且还要促成他 还要成长他 不能放弃 这叫做随成姻缘 好像是人在大海里边 看到一条魔头 浮沫在你面前过去 这个是姻缘在这里哦 你也是个姻缘 要把他抓住啊 这叫做随成姻缘 还有 某一些人 他是喜欢什么的 那你先投他的所好 然后呢 他能够听你的话 接受你的忠告 和建议 你很快就把它 拉回头的 那这种姻缘 还是也不要放弃 像马路上 现在有很多的人呢 不学佛 不信佛 那我们呢 这些人呢 正好是我们度的对象 度的姻缘 跟他们记错 让他们了解佛法 然后他们就变成了佛教徒 他跟你记错的时候 就是一份姻缘吗 你跟他记错的时候 就是一份姻缘吗 而适当的情形下 告诉他 这个修佛有多少好处 这叫做随神姻缘 并不是叫随波处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